丽丘养生二人则,重灾收与养。 古人有春夏养养,秋冬养一,春生夏长,秋收冻藏之说,养生一定要顺应四十,才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。 以丽丘挣上三福天,养生紧抱秋老虎。 今年丽丘仍处在三福天内,暑期已时还很难消。 养生专家提示,秋后衣服着死人,此时节,市民要密切注意天气抑郁吧。 一旦出现秋老虎,要注意防暑降温,此时周期温差逐渐变大,也要预防感冒早凉。 二,丽丘养生,收敛阳气,丽丘后,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,沉降,人应当开始做好保养阳气的准备。 另外,早睡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,早起可是肺气得到舒展。 另外,早睡早起可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,可以预防脑血栓等缺血性疾病发生。 三立就养生,养肺护嘎,中医认为,盖位将军之瓜,养外拼内全靠杆,相当于西医的解度,免离功能,而费者,相复之瓜。 这节出烟,一身之气,接住入云肺,养外贫累之后,就要治理,管理自身,养生不能不抗肺。 被鼠筋,而秋季大帝一变金黄,故费主秋季,另外秋季主收,造为秋季之主气,而肺位将当不耐寒热,故很容易被秋造所伤,因此需要乱造,养阴,乱肺,而秋天鼠筋,金和木。 所以秋天这种气会移植你的干气,干血的生发,干开翘于木,所以这时候那眼睛的视力就会有所下降,应该注意护肝早睡,早起,绿秋爱摩爱旧培补元气。 皇帝内经素问,指出,春夏洋洋,秋冬洋阴,秋季是爱旧的好世界,因为秋冬消耗人体的洋气多,这时候就更很需要及时补充洋气,以备一整个冬天的使用。 大椎学,宝剑药学,主宰全身,甲已经说过大椎,三阳,都卖之会,大椎学又测度洋之海,能主宰全身,更是宝剑药学,所以按摩,爱旧等可以起到提高人体免疫力,干散肺功能的作用。 取学,人体的颈部下端,第七颈椎及突,下偶见处,若突几骨不太明显,将患者活动颈部。 不动的骨前为第一胸椎,约与肩平齐,太白血,补充气血,美容量炎,太白是皮静的圆血,健皮补皮效果比其他血味都强。 皮静为少气多血之精,气不足,血有余,所以皮静常出现皮气虚的症状。 我们常说的黄脸婆就是皮虚的像,每天按摩这个血味能叫好的充补皮静精气的不足。 胃皮静精气的供养之缘,取学,在足内侧缘,当足大致本节,第一只只关节,后下方是白柳肌老线处。 官员学,理气和血,不须易损,官员是小肠的墓穴,意味着它是小肠的气息聚在腹部的穴位,并确心书里面的。 每下秋之交,急着官员兼住,久久不为寒暑,爱久官员,不但可以疏通脉络,强壮夭,还可以很好的理气和血,不需易损,不方便爱久的可以每日围绕官员学顺时针方向按摩。 取学,位于下腹部,前正中线上,几效三寸,是元气出入的关卡。 气海学,辅正固本,培补元气,中医认为此处是人体质中央,是生气之源,人生真气由此而生。 所以对于阳气不足,生气发源所导致的虚寒性疾患,按摩气海学往往只有温氧益气,辅正固本,培原补虚之功效。 取学,位于下腹部,前正中线上,七岁1.5寸,是阴中之阳,元气之海,立秋润造生津吃这些水果,立秋到来之际,人们容易产生秋葬,此时正是润造生津的最佳时期,立秋节气,很多水果是让您摆脱秋葬的最佳食物哦。 1. 甘菊,性凉类甘酸,有生肌止咳,润肥化痰,行酒利尿等功效,适用于身体虚弱,热病后经验不足口渴,伤酒反可等症,炸之或逆间,肺炎可造油加。 2. 禁忌,肠胃功能却佳者,吃太多橘子,容易发生胃本时的困扰。 3. 橘子,含热量较多,依次食用过多,会触发口腔炎,牙周炎等症,过多使用甘菊类水果,会引起橘子病,出现皮肤变黄等症状。 3. 橘子含有丰富的果酸和维生素C,服用维生素K,黄氨类药物,安体疏通,安本谍定和不价药物时,均匀即食橘子,2. 葡萄,营养丰富,酸甜可口,具有补肝肾,义气血,生肌液,力小便等功效,生食能滋阴除烦,导致加速密浓间收高,开水冲服,白肉口可油加,经常食用, 4. 对神经脏弱和过度疲劳之有不益,葡萄质干后,铁和糖的含量相对增加,是儿童,妇女和体入贫血,者的滋补佳品,禁忌,糖尿病人,腹性患者,脾胃失寒的人少吃葡萄。 3. 肝蔗,知性瓶肺肝,被解热,生筋,润躁,滋养之佳品,蒙住皮盒中,消痰症壳,知烟知藕,有天生富卖汤之美称。 中医常把其做清凉生筋器,用于口干舌躁,经验不足,大便造结,高烧反可等症。 禁忌,一,身体虚寒的人群不能吃肝蔗,肝蔗是一种性质寒凉的食材,那么身体虚寒的人群,在食用肝蔗以后会让身体虚寒的症状加重,会引发为负寒通,对身体健康不利,因此适合吃肝蔗。 二,糖尿病患者不能吃肝蔗,肝蔗是一种高糖的食材,它含有大量的天然蔗糖,人们食用以后能让血糖快速升高。 四,大枣,养为和皮,义气生筋,有热心肺,调盈为,资贴土,补物脏,良肠脾,致虚寸等功效,中医常用其小儿揪力,妇女高躁,肺虚咳嗽,反乱不免等症,是一味用途广泛的滋补良药。 禁忌,一,痰食贴胜者,大枣的资密知性容易注视,使得痰食停留在体内难以清除,进而加重症数不适,这种体质的人更适合吃一人,红小豆,山药,死瓜等健庇医师的食物。 二,爱上火的人,这类人体质偏热,经常出现便秘,口臭,咽喉咽咽肿痛等伤火症状,而大枣性的肝温,偏于温补,若大量食用,犹如火上浇油。 三,感冒住期患者,感冒初期,入侵人体的疯狠,或者疯热之邪正盛,若刺史使用大枣,其粘液的性质常常会导致邪气质流,造成闭门流口的后果,使得体内的病邪难以缺除,不利于恢复。 四,糖尿病患者,大枣含糖尿较多,会使糖尿病患者血糖增高,病情加重,因此,血糖高的人不宜多吃大枣。 五,狮子,有润肺脂壳,清热生筋,化痰软间之功效,显示生食,对肺劳咳嗽虚热肺微,咳嗽痰多,虚劳咆血等正有良效。 红软舒适,可热病凡可,口感纯烂,心中烦热,热力等症。 既吃,脾胃功能不佳者,二糖尿病人,三瓶血患者,四,季空腹吃,六,离,肉香甜可口,肥嫩多汁,有清热解毒。 若肺生筋,止咳化痰等功效,生食,榨汁,对煮或熬膏,对肺热咳嗽,麻疹及老年咳嗽,止气管炎等真有较好的效果。 若与脾气,蜂蜜,甘蔗等榨汁同伏,效果更佳。 七,十六,新温味肝酸,又生筋液,止凡可作用。 凡筋液不足,口罩掩盖,凡可不休者,可做食疗佳品。 十六导致货间汤饮,能清热解毒,乱肺止咳,杀虫止力,可小儿肝肌,酒蝎酒粒等。 丽酒养生八字绝,论造首选莲藕,莲藕的食用方法生输两相宜,作为水果生吃的,味道甘咸,清凉入肺,和糯米,蜂蜜一起蒸。 粉红透明,软糯净润,是秋莉美味小菜,和排骨炖汤,健脾开胃,营养丰富,适合脾胃虚弱的人自博养生。 养费首选杏仁,杏仁最好与一米按1比5的比例一起熬粥,温热时喝,喝猪肺一起炖汤,也有资粮缓和滞肖。 当然,当零食吃的烤杏仁,也能适当吃一些。 前杏仁和烤过的大杏仁,在超市和农贸市场都能卖到。 苦杏仁一般在中药店出售,实在医生之导下服用。 自因首选蜂蜜,蜂蜜可以直接调入温水中饮用,也可以与鲜榨的果汁混合。 将雪梨挖去和,倒入蜂蜜封盖蒸熟,能补肺因不足。 在凉拌西红柿等凉菜中,加入蜂蜜也很没错,蜂蜜也可和水粒水果相伴。 味道鲜美,调味珊瑶,见识,历秋后很长一段时间,气温还是较高的,空气湿度也较大。 在经过苦下的煎饿,很多人脾胃虚弱,调底脾胃应该侧重于清热,沥湿,健脾。 仪式体内的虚热之血从小便排出,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。 脾胸的人常常使喻不振,肢体倦带,面色伟黄,不妨适度吃顶养胃的食物,如芡食,沙昂等,不一个过于寒凉,熟西瓜,梨,黄瓜等。 要少吃,历秋运动小贴士,秋后沉冽,历秋后,凉风至,早晚气温稍有降低,早晨不冷不热,气温移人,是锻炼身体的最佳时间。 此时凌晨五到六点起床,选择清幽之处,或草地公园,或临近大道进行锻炼,很友谊身体健康。 早上运动也能避免历秋后浸汇的大汗淋漓,此时还在福天里。 即便是室外的浴潮温度,也是温暖宜人的,可以常去游泳,离开水面后避免受风。 历秋几之小贴士,早卧早起,月目扣持,历秋之气已是天高气爽之时,应开始早卧早起,雨季之心早卧,已顺应阳气之收敛。 早起为时废弃得已舒展,且放手脸之太过,又当清晨睡醒,闭目扣持,二十一项,夜今,一两手戳热,月年数多,于秋三月行死,即能明目。 历秋几世小贴士,白昼壁暑,夜成凉,在历秋之后,多半失业还是三伏天,午后的阵力逐渐减少,因此被大太阳遗晒,白天暑气甚浓, 人的情绪难免受此天气影响而造热心烦,所以白天尽量还是要躲在室内,而夜晚就会有时中一整心凉一山峰的清凉,加上历秋后天清月明,夜晚时情绪相对平稳舒适,可以约上家人朋友,乘凉,攀天,散步,历秋茶叶小贴士,枝子煮夜堂,千金月令,约,七月暑气将服,一时烧凉,以为调盛, 把用竹叶一把,枝子二个,切碎,用水熬煎,澄清去渣,用陶金米磨做干粉符,竹叶,清热除烦,生煎利尿,枝子,清热利湿,凉血解毒,竹叶和枝子在药店有瘦,煮汤去渣后,直接饮肉或加米煮粥,此汤对改善绿秋后,常见的虚热造反有不错效果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